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因为这轮疫情在小区内被封控的第76天 最近几天我在楼洞群里看到我们这边有很多人 已经在申请返乡要离开上海 具体的流程是要先让你自己家乡那边开局一张接收证明 然后再向上海所在的居委去进行报备 居委开局了通行证之后 带好自己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就可以到红桥火车站坐高铁或者自己自驾车回去自己家乡了 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红桥火车站每天人都非常多 绝大部分都是申请了返乡批准要回家乡的人 包括我自己有一些在上海的朋友和同事 最近也有部分人申请了返乡 这一批返乡人群的基础还是比较大的 包含了不同节肌不同年龄段的各类人群 有些是在上海从事一些门槛相对较低工种的一些劳动力工作者 也有一些是在互联网公司和高薪企业上班的白领 还有很多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应届生和实习生 返乡的原因无外乎是最近这轮疫情对大家的生活以及经济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还有很多人会未雨绸缪觉得上海疫情后的恢复还需要打个问号 所以暂时选择先回到家乡 等到上海各个方面都恢复稳定之后 再选择是否继续回到上海发展 大家对于这次返乡的现象也产生了两类评价吧 一种是觉得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上海的生活成本短时间不会降低 没有稳定收入的情况下暂时离开上海也是明智的选择 那另一种人是有觉得目前这轮疫情已经逐渐到了气稳阶段 上海各方面也在逐渐的进行恢复 疫情的带来的危机的同时也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机遇 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对错 每个人的立场和需求不同 选择自然也会有差异 在疫情这种天灾面前众生皆苦 无论是返乡还是继续留守 相信大家都是根据自身情况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那么疫情结束之后你是打算继续留在上海 还是选择回家乡或者去其他城市谋求生机呢 把你的观点打在评论区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